涮個肉片再搭配高麗菜 玉米 芋頭 一起煮熱騰騰的火鍋 讓人看了食指大動 不過在北台灣想吃200元以下的 平價小火鍋可就越來越難了 菜價居高不下臉 平價小火鍋也抵擋不了 一刻漲到260元起跳 就連一般上班族的小確幸 商業午餐也要230元 老字號連鎖火鍋店前銀算算鍋 天母分店貼出公告 11月開始 所有鍋類調漲30元 其中商業午餐漲幅更高達15% 因為菜價太貴了 加上基本工資調漲人士成本提高 真的不得不漲價 不過前銀總店的老闆卻決定 在咬牙苦撐一陣子 要貴 我們就是變成成本提高 成本提高的話 大家都是老顧客的 老顧客我們菜價 我們的菜單完全都沒有改 我們還是照原來的價格在做 而另一間在北台灣 有31間連鎖店的前都 在10月初漲了5到10元 像是最低價的美花豬肉鍋 從225元漲到230元 根據統計 10月平均菜價創新高 像是火鍋店常用的蔬菜 高麗菜玉米等都漲了兩成 調味料必備的蒜頭 更是漲了將近七成 平均批發價達到1公斤49.2元 創下歷史新高 就連平價小火鍋也撐不住 紛紛調漲 今年吃火鍋可得多花錢了 記者華少平萬千華台北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